聿教主 聿教主 武佟师各位 张宁超一疯了 武安 武安 高兴能够再次回来 我觉得这次神给我们的机会 能够在久久没有见得再次来经历怀棋的冷凌 所以我真的非常的高兴 得到林牧师的邀请 能够回到我们当中来 今天下午要跟大家分享 这个陆家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一点 今天我要用这段节目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 叫重返水深之处 各位不知道可不可以回答我 水深之处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吗 你如果想到水深之处 你会想到什么 大于比较多 很多大群的宜在里面 你知道水深之处对我们来说是灭顶的地方 可是对于鱼来说是他们距离的地方 所以可见水深之处是很多渔夫会去的地方 为什么因为那边鱼特别的多 渔夫可以在水深之处展现他的实力跟技巧 可以得到很多 所以水深之处应该就是渔夫丰收之处 可是我们今天就看见 有一个人叫西门 他来到水深之处 他踢到铁板 圣经说他整夜劳力 其实他有很好的技巧 他有很大的胆识 而且他有很好的器材 但是今天他踢到铁板 他碰你一直飞 在这个水深之处很多鱼的地方 他今天是怎样 空手而回 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 一个再有经验的人 在他熟悉的地方都有可能会踢到铁板 好像说很多妈妈煮饭都是很容易的事 可是不是每一次妈妈在厨房煮饭都会怎样 都会有丰盛的菜肴 总是有一次会出状况 有些投资高手在股市摘了坑 是不是 有些老师在课堂被学生撞了一笔子灰 很多水深之处应该是我们可以展现技术跟才能的地方 是一个丰盛的地方 可是很多我们熟悉的水深之处 却是让达人跟专家踢到铁板 弟兄姊妹对我们赞美超的老师来说 公园就是我们水深之处 因为公园有很多鱼盒 公园有很多鱼盒 社区宗教很多鱼 那个公园跟那个鱼就是我们赞美超老师的水深之处 但是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 不是每一次你到公园都能够大展而获 不知道你曾经在公园的地方踢到铁板 有吗 特别我们在开拓的时候 你知道吗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 因为早期的时候我也在荣兴花园跳过 有早上有晚上的 其实我们去的时候有祷告 而且求神预备很多人 让我们能够带领他们跳赞美超 可是呢 没有每一次都很顺利的 总是有一些时候会踢到铁板 鱼很多 但是鱼不来 人很多 可是人不想来 我自己曾经有这样的经历 虽然公园是我们赞美超老师的水深之处 但不是每一次去到那边都能够有所斩破 弟兄姐妹 我相信今天下有这个经文在告诉我们 当这个西门去水深之处煞走而归的时候 我在讲他应该想说暂时不要去的 因为这是丢脸的地方 而且伙伴们都在看 可是耶稣跟他说 重返水深之处 要去面对刚刚所面对的挫折 为什么耶稣要做这件事呢 是煞那个西门的 挥风 挥风吗 不是的 耶稣要西门把船开到水深之处 是要帮助西门能够经到一个 他自己没办法得到的恩典跟处 今天像我们看这段经文 为什么耶稣要西门重返水深之处 这个重返水深之处带给西门三个非常重要的恩典 第一个就是重返水深之处帮助西门 他的生命不一样 他的生命强壮长大了 各位不知道有没有看见 刚刚我在看这个经文 在这段短讲的十一节经文当中 记载这个男人的名字叫西门 在水深之处之前记载三次西门 可是水深之处过后 他的名字改了叫西门彼得 不知道你们特别注意到 在水深之处之前他叫西门 可是经过水深之处之后 他的名字叫做西门彼得 西门的意思就是芦苇 不是芦苇 芦苇可以吃 芦苇不能吃 芦苇就是这样随风飘荡意志不坚定的个性 原来西门这个名字叫做随风飘荡的性格 后来改作彼得 彼得是石头 他的名字有这么大的一个改变跟突破 是经过水深之处 弟兄弟彼得的个性 在跟耶稣的时候有很多西门 当然有时候有彼得 可是西门也常出现 因为他有时候很冲动 有时候很消极 弟兄姊妹 重满水深之处 不是要让西门在这丢脸 而是要帮助他进到生命强壮的 突破了健康的恩典 很多人生命能够健康 都不是在温室当中来形成 都是在经到骇浪当中 就好像圣经有一个叫做亚伯兰 亚伯兰七十五岁之前 他是住在吴尔 听说吴尔他住的家是两层楼的 里面有暖气 真的假的 他是有钱人 那时候吴尔是像现在台北市东区一样 是非常进步的区域 住那边都是很高级高尚的人 是生活非常享受人 可是上帝跟亚伯兰这样说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 他七十岁就离开 来到九十九岁的时候 上帝给他一个新的名字叫亚伯拉罕 弟兄姊妹 为什么这个人由亚伯兰变成亚伯拉罕 亚伯兰就是一个伟大的爸爸 亚伯拉罕就是每一个人的爸爸 为什么这个人有这么大生命的进展跟突破 因为他离开了乌尔 他进入很多水珍珠的冲击 由一个只能做伟大的爸爸 变成很多人的爸爸 生命的改变很多时候来自水深之处 我们讲水珍珠是踢到铁板的水珍之处 不是很顺利的 很多人生命的改变都是来自挫折来形成 很多人生命的改变都是来自挫折 所以台湾话有句话叫做 怕等秋冠 弟兄姊妹 我要跟我们当中每一个同工说 今天有很多赞美超老师 生命的不一样是来自你有参与赞美超的服事 我们生命的不一样 是因为参与赞美超去到水珍之处带来的结果 有些姐妹可能就在教会做一些事物性的工作 关心人一下 煮一下饭 神也何时我们可以去传媒带人信耶稣 可能有些姊妹想都不敢想 可是当我们经过赞美超来到水珍珠的时候 我们看见很多人生命不是躲在厨房里面 我们可以接触人群 我们可以帮助没有幸福的人 借着赞美超可以信耶稣 生命这么大改变来自什么 不是来自岁数的假天 而是来自水珍珠的魔朔 这样说得对不对 今天很多姐妹认为说 我就主办就好 我就躲在男人的方面就好了 但是 借着赞美超 不一样 我们强壮了 我们可以接触陌生人 我们可以抓他进来信耶稣 今天借着赞美超信耶稣有多少你知道吗 没有办法算 生命了 没有办法算 这样过得对不对 今天赞美后比佛罗大会更好用 对吧 今天佛罗大会不几个人信耶稣 今天十年到一拜 五年到一拜 我们每天在佛罗 对啊 对啊 我们的生命 赞美超老师的生命的改变 是来自 我们去到水深之处 我这样说 不知道你可以接受吗 可以 真的是这样 一个人生命能够强壮 一定是经过 所谓的 他很熟悉的地方的挫折 很多人生命就是这样 特别赞美超老师 可能有时候我们在教会 好像做了什么事 但是投入赞美超 你发觉你很厉害耶 你很棒耶 你很醒耶 有时候有感觉 我是可以被用的 我是不是只有在树心 能够参与这样的工作 我在得人的灵魂 你能够被神来使用 弟兄姊妹 重返水深之处 耶稣帮助西门 生命强壮的 本来是芦苇 现在变成石头 本来是摇摆 现在是坚定不移 生命的茁壮是来自 风吹雨倒的习起 这样说得不对 我们很多姐妹 在跳赞美超的时候 在陪伴一些姐妹的时候 可能有些挫折 可是每一次的挫折 帮助你的生命 更加健壮有力继续下去 重返水深之处 不是耶稣要西门去 再次丢他的脸 不是 是要帮他的生命 能够强壮的结实 第二个 耶稣要西门重返水深之处 不但要帮他生命的改变 第二 要帮他那个眼睛改变的 圣经 圣经告诉我们说 当耶稣跟西门说 把船开了水 日出库 的时候 西门跟耶稣说 夫子 我们整夜劳力 都没有闻到什么 但一从你的话就下去了 结果下去抓了很多鱼 第八节这样说 西门就在耶稣面前跪着说 主啊 原来他认定耶稣就是一个夫子 老师 可是现在他认定耶稣是谁 是神 以前是人 现在是神 眼睛有这么大的改变 所以是来自怎么样 戴眼镜吗 他那时候没有戴眼镜 是来自水深之处 他看到这个人真的不是老师 这是神 只有神他有办法 让他们尽掉这种恩典 所以水深之处帮助西门 不但生命强壮了改变了 而且帮助西门的眼睛打开了 今天很多人眼睛打开 看得很远 看得很开 看得很广 有时候来自踢铁板 弟兄姊妹 眼睛打开 很多时候要经过水深之处 就像约伯一样 约伯经过一个很深的水深之处 最后他跟上帝这样说 前我封闻 今日心眼看见 不得了 为什么这个人眼睛有这么大的改变 因为他经过水深之处 当然经过水深之处 人的眼睛就不太一样 就像保罗一样 保罗来到大马社 变个光照到的时候 他马上讲这是主啊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改变 因为水深之处让人看见 而且更清楚的方文 我跟你讲 连坏人都是一样 有时候坏人要改变 还需要水深之处 就像那个 尼布奖尼撒网 很骄傲 然后被上帝折磨了 这七年的时候 最后呢 他看见 原来比我更大 还有一个叫做上帝 弟兄姊妹 人的眼睛要打开 有时候需要一些难处 我要告诉各位同工 你还没听到赞远超之前 你可能想说 我大概在教会做一些行政性的工作 为他带导一下 给伴别人一下 曾几何时 现在不是 现在拜人进入教会 信耶稣 以前你的眼睛可能是似乎性的功 现在也是看见人的灵魂 以前我们可能觉得说 煮煮饭烧烧菜 现在看见人生命的重要 眼睛的改变是来自哪里 因为我有去到水深之处 人生要改变 一定要经过一个水深之处 为什么西门的眼睛会改变 由夫子然后转做主 是因为他经过水深之处 我们想要眼睛改变 我们需要有一个水深之处 第三 圣经告诉我们说 耶稣要西门彼得冲犯水深处 让西门复出改变 原来耶稣是用他的船 你知道为什么可以让他用他的船 因为我下班了 我下班了吗 船也没有用 干脆你要用 就让你用一下 因为他已经下班了 可是呢 当他经过水深之处的时候 他不是船让神用 他自己被用 圣经说 他就撇下所一点要跟随耶稣 本来是我的船被你用 接下来是船的我被你用的 我查过 为什么这么大的给予付出 因为来自水深之处 如果没有经过水深之处 他可能只是船让你用一下 往让你用一下 讲让你用一下 再来呢 我全部收回来 我要继续用 现在不是 他把所有的给下来跟随耶稣 一个人能够付出 有些时候需要有些的经历 当人愿意面对的时候 面对主 他就可以改变 就这样撒开一样 这个事前如命的撒开 最后他愿意把钱拿出来帮助穷人 额炸水 他就四倍五倍还给别人 一个事前如命人怎么可能把钱从口袋拿出来 当他遇见耶稣的时候 他就带来一个改变 人可以改变 真正都是这样 愿意付出 很多人都是踢到铁板来付出 我这样说不知道你们了解吗 你们不知道认不认识胡美云老师 我告诉你 我可能是我们这里面 除了他弟弟跟弟妹外 可能是我最认差的 因为我在四十年前的时候 我就上他的课 我是他的学生 因为我在神学院 我就跨修音乐的课 那时候胡老师在教 那个 那个什么 儿童那个什么 唱游 唱游 他就是专门做儿童唱游的工作人 那时候我觉得这个不错 可以骗孩子很棒 所以我认识胡美云老师四十年了 可是当经过了一二十年后 吴老师回来的时候 他的付出不是要给孩子 他的付出给更多的人 以前他是赚钱 现在是付出 付出 有人说我老师看开了 我跟你说 一会手画我 我跟你说不是 为什么 因为他被神改变 当一个人真的被神改变的时候 就有机会愿意 为什么我更愿意给你 为什么我愿意这样 因为我们经过赞美超的水真之处 经过水真之处 可以帮助我们愿意给予跟以前不一样 我知道给予是有价值的 你知道这个西门为什么愿意跟随耶稣 因为他经历到水真带来生命的改变 一个人他愿意 生命愿意改变 如果没有外意的话很难变 所以有人讲过一句话 牛亲他被 怎么叫 有哪 他在那边也有 对吧 要如何改变 就是能够在他水深之处 去经历到那个改变 能改变 我个人认为 神今天在寻找 在寻找 西门这样的人 愿意丑满水深之处 这是两千年前的一个故事 耶稣比较不让我们知道 他一个得意的门生叫西门彼得 而是耶稣要很多人 能够经过水深之处 经历到跟西门彼得一样的 神要我们的生命要更加强壮 神要我们对神的了解更加唾彻 神要我们无视他更给你拜上 我们要有这样的改变 比较不是来自我们年纪的增长 而是水深处带来的改变 我相信神在今天在寻找 那个愿意 重返水深之处的人 重返水深之处的人都是渔夫 因为那些人都是渔夫 所以神也很在挑战我们 赞米昌老师 重返水深之处 当我们愿意的时候 神会在我们 重返水深之处 给我们三个祝福 第一个 你的生命越来越强壮 越来越壮硕 第二 你对神的了解 会比别人更加透彻 更加明白 更加了解 第三 你更愿意付出给神来使用 神在两千年前 在格尼撒尔路 寻找个男人叫西门 跟他说开到水深之处 神在两千年后的 如舟三明路的 赞米昌总部 在寻找那个 愿意重返水深之处的人 我相信 谁愿意重返水深之处 谁就是真实的得胜的一家 我也相信神在呼召很多人出来 不是只有污老师的人 神呼召很多 我能够被神使用 在不管是哪一个水深之处 都能够被神使用的人 弟兄姊妹 神在寻找这个世代 愿意重返水深之处的人 是不是你 不是 是吴老师 不是 就是你 就是你 每一个人都有机会 能够成为 重返水深之处 得到神恩典的人 希望那个人 那个信念的就是你 也期待就是我 我们一起来祷告 父神我们相信 你让很多人 经到生命的改变 你要让 每一个人能够 经到这样的主 主啊 这不是西门 独享的恩典 你要给每一个 愿意重返水深之处的 顺服的孩子的恩典 求你帮助我们赞美超的 每一个同工跟老师 主 我们知道 我们需要像西门一样 有一个顺服你的心 来重返水深之处 特别如果我们的老师们 不管是我们这边老师 秦老师 对于要回到公务员社区 仍然有担心害怕 甚至有考虑要退出的 主要就是 求你做震动的工作 让每一个 参加赞美超的老师同学们 他们都一个愿意 重返水深之处的行动跟行为 我们要奉主人民宣告 每一个去到水深之处的 赞美超老师 都要经历到一个三种的祝福 就是生命要强壮起来 他们的视野要看得更清楚 他们愿意摆上要更加彻底 主要你如何使用祝福西门彼得 也祝福在我们赞美超的 所有的老师跟同工身上 让每一个因为愿意顺服你 重返水深之处 每一个进入人都要得到恩典跟福分 主 我们感谢赞美你 再次把愿意顺服的人 充满在我们当中 使得我们赞美超每个老师 每次到的公园社区 教会或哪一个活动中心 我们就看见我们参与的老师 都得到改变了 赞美主 谢谢主 我们这样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帮助我们 买来的微笑 要常常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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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助地祷告 不助地祷告 一起来祷告 要常常喜乐 喜乐 要常常喜乐 喜乐 喜乐 请不吝点赞美